嘉義是一名角頭在KTV二度鬧事 這名周星角頭在當地小友勢力 出入喜歡帶著一票小弟簇擁著他 去年九月份跟今年一月份 兩度在嘉義加KTV 分別因為定位的問題 還有太太跟傳播小姐發生口角衝突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甚至還用空氣槍的槍托施暴 把對方打到腦震盪昏了過去 大半夜KTV裡超火爆 只見兩名女子互相拉拉扯扯 旁邊一群人也跟著狂K 一陣拳打腳踢 三名小弟健壯 立刻拿著球棒衝上樓志願大哥 原警趕來依舊控制不住現場 嫌犯沒在怕不斷叫嚣 場面完全失控 好幾名原警把嫌犯团团围住壓制 才稍稍平息 不過鬧事的主嫌五個月前 才在這家KTV動手打過人 白衣男子在櫃台定位完 才走沒幾步 回頭瞄了一眼 就和其他客人爆發口角 一眼不合直接開打 甚至還亮出空氣槍 把對方打到腦震盪昏倒 主嫌是嘉義市的地方角頭 去年九月 因為KTV定位問題 就在櫃台打傷其他客人 沒想到今年一月 又因為和傳播小姐的消費糾紛 又帶著小弟毆打傳播小姐和他的男友 在南部有周姓的黑幫分子涉嫌多次聚眾鬥歐 暴力犯罪 危害社會治安 周姓主嫌在嘉義當地小有勢力 本身是賣洋酒的中盤商 有毒品和聚眾鬥歐前科 出爐經常帶著一票小弟 只要愚人發生糾紛就會打架鬧事 因此被警方盯上一舉逮捕 包括主嫌和小弟共13人 通通狼狽落網 逞兄鬥狠時的囂張氣焰 這下全沒了 接著綜合報導